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康 我們這頻道連載兩三年 然後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好像沒有認真講 那個插件腳本 還有預設怎麼安裝 所以這兩三年來就是很多人會在那個評論 或者說有人在私訊那邊直接問我說 怎麼裝怎麼用不知道怎麼做之類的 所以今天就一次講完齁 就是各類型的插件 腳本怎麼安裝齁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 第一個是比較多人會問的問題 就有人會說 欸你的影片裡面就有一個會輸入效果的搜索 這個東西怎麼樣做出來呢 第一個是這個齁 我連結會放在下方齁 然後這個是一個插件叫做fx console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windows的下載 要看你自己的系統齁 你就直接這樣點下去就可以下載了 下載完之後會長這個齁 壓縮檔齁 然後你就把它直接解壓縮 解壓縮完之後呢 把它點開來 然後呢這邊agreed 然後這邊就是 它會自動偵測 就是已經裝在你電腦裡面的AE版本 你就基本上都打勾 然後就直接install 好這樣就裝完了 好我們可以直接看一下齁 好我們現在就直接創一個圖層齁 然後選取圖層 然後control空白鍵 這東西就跳出來齁 很簡單齁 那它這個可以截圖齁 你可以看你的相簿齁 你看我這個封面都AE做 然後用這邊截圖 這邊題外畫 好我們接下來講下一個東西齁 那我們先講一個副檔名 叫做JSX的齁 那它其實我會把它歸類在腳本 因為可以讓你省很多工作的一個小工具齁 好那我們現在講一個比較常用的 它有GG邦開 GG邦開的話連結我會丟上來 然後我這次原本要用Aescribe的網站 後來今天灌一灌 好像都網站不知道什麼 好像爛掉還是怎麼樣 就打不開 我們今天就用另一個網站齁 這個你們點開來會長這樣 然後這邊有一個downloads 就直接點開來 然後這邊就google drive連結 就直接下載就行了齁 那下載完後我們要怎麼使用呢 下載完後把它這個GG邦開一點開 會長這樣齁 有兩個東西你要操作 一個是這個 這個BK icon跟這個GG邦開 這兩個東西你要移動到一個地方齁 移動到哪裡呢 如果你是裝預設位置的話 那就是C槽 然後Program File 然後Adobe 然後After Effects 然後這次說要是用2020來做示範齁 然後點開裡面有一個support file 再來裡面有一個叫做script 然後再來一個叫script UI panel 好終於到了 到這裡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兩個東西齁 各選取然後把它丟進來 好這邊都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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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用到全部繼續 好那裝完之後的話 我們在同時再裝另一個東西齁 這個連結我都會放在下面 它這個Factship插件齁 那這個東西的話 這邊有個免費下載 跟一個這個500日元東西 那這個的話就有點像support 有點像donate的意思 那其實內容物是一模一樣的 一個的話就可以直接點免費下載 下載完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齁 這一個JSX BIN 它跟那個JSX檔案都放的位置是一模一樣 就是這個script UI panel 一樣把它拖進去就行了齁 好那時候我們再重開一下AE 好重開之後的話 我們總把它叫出來呢 在Windows這邊 然後呢 我們這邊一直往下滑 往下滑 好可以看到齁 GG邦開齁 然後呢跟我們剛剛裝另一個叫做Factship OK好這兩個都裝上去 好那簡單講一下這個插件齁 這個插件還蠻方便 這樣點一下可以叫出一個圓齁 好那如果我們對他按右鍵可以切不同形狀齁 還蠻方便的 然後這個的話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顧態圖層 對你就不用 被Ctrl加Y 還是背一下會比較好 那這個的話它是可以調那個大小齁 可以立即調那個比例大小的一個 固態圖層 可以這樣想像齁 再來的話這個是調整圖層 然後這邊是可以直接打入字齁 然後它還有一個功能是這樣的 我們這樣右鍵 你可以選擇說你要輸的文字是甚麼 點一下 好東西就做出來齁 然後我們就可以配合我們的GG邦開齁 我們這邊點這個齁 每個字都會分開齁 好那這個空對向會蠻有趣齁 就是點一下會有空對向 那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全選 嘿它就會全部這樣綁起來齁 你可以按成右鍵 然後它會變成多個空對向齁 然後這樣點一下 它每一個都會集中在中間 這有甚麼好處呢 我們可以玩那個齁 我們可以這樣玩齁 給它旋轉 它就會長這樣 好很無聊齁 這個比較有趣 就是你這樣 這個全選齁點這個 它會在這個全部塗層的正中心 然後設一個空對向 然後如果一樣 右鍵 然後呢 全選 然後這樣點一下 每一個都正中間加空對向 蠻方便的齁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攝影機 你都要右鍵可以變成燈光齁 就都還蠻方便的齁 好那我們最後來講一下 還有一個檔案叫做AEX 它的副檔名是AEX 這東西怎麼安裝 我用一個比較常用的插件來做示範 叫Unmute 這個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剛剛翻了一下 結果窄點是在這個奇怪的地方 也沒關係 我一樣把網址貼上來齁 你就點這邊就可以直接下載齁 下載完之後 我們一樣選我們的2024 然後support file 然後這邊有個東西叫做Plugins 這邊就是專門放 就是你的檔案 你的副檔名是AEX的地方齁 我們把這個Unmute點開來 Unmute64把它貼上來齁 好一樣我們重開一下AEX 好那我講一下Unmute怎麼用 Unmute的話 它比較像去黑的功能 我這樣放上去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 這個塗層它是黑的齁 你看後面又透明了齁 那有些人可能會說什麼 欸那我就調混合模式 改成Screen之類的齁 這樣就好了齁 但是呢 這會有個問題就是 假設如果我今天想要變色的話 那我可能或者說想要做一些其他的東西調整 像我舉個例子齁 假設我現在混合模式變成Screen 然後我可能想要這樣可愛一點 想要讓這個素材外面再多一個外框 那我們可能就是用這個嘛 Layer style齁 然後加一個Stroke 我們可能改成粉紅色之類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 欸怎麼沒有Stroke呢 因為它的外面齁 因為如果你調混合模式的話 它這東西是沒辦法達成的齁 那我們該怎麼做呢 我們混合模式改成一般 我們加上剛剛加了這個效果齁 armute 它這樣就直接去背齁 不用改混合模式 然後呢 我們再加一次這個Stroke齁 你會發現它就 欸跑出來齁 就變好像怪怪的齁 那這時候你也可以再加一些 就是調色之類的齁 如果你是調成這樣 然後你把這armute關掉的話 它是會變成一片你知道嗎 你這時候在改混合模式也都沒辦法齁 所以呢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看情況也用齁 這個主要是用來去黑用的齁 好 最後再來講一下預設怎麼做齁 你們看完後 你就可以把我 之前前幾集有分享預設 就把它丟進來齁 OK齁 好 一樣在這個 選你的AE版本齁 Sport File 然後這邊有一個東西叫做 Preset的資料夾齁 然後呢 你就直接把這個東西拖進去 你只要拿到的檔案 它的結尾 是這個FFX的副檔名齁 你就是把它丟到這個 Preset資料夾就行了 OK 那大概就是這樣齁 好那今天的話就先講到這邊 那你們還有問題的話 你們就在底下問啦 我們就稍微補充一下 希望大家看完這個影片 就可以減少這一類的問題 好那我是阿康 我們就下次再講 掰掰